我們接下來請這三位來賓幫我們寫一下 你目前的持股配置大概怎麼樣 因為現在高檔震盪 其實很多人就在觀望 那甚至有些人之前我們來賓有說 他們已經清倉了 那希望等這個跌下來 有一個超額利潤可以來賺 不過我們今天現場聽到 其實這個2比1 看好的還是比較多 那這個階段 有點害怕 有點期待 持股配置你們怎麼做 目前的個人持股情況如何 好 寫完這可以幫我們秀出來 你的狀況如何 我個人先秀一下 我在8月初來的過程 你提高了 對 我在8月初來的時候 我的持股是5% 那持股只有1檔是宣得 我們也就直接講 8月初現在31號 明天9月1號 就再來的部分 那這一波其實仔細去看 其實很多的個幅 其實修正的幅度還蠻大的 所以現在對多數的人來說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他要去佈局佈局什麼 那對我而言的話 我這個地方我的佈局就很簡單 這個地方我常跟各位談 如果好的個股你要跟他天長地久 那你個股你要怎麼買呢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 你要買基歐 你要買成長 你要買未來 那台股來到這個地方 會遇到一個非常尷尬的點 什麼叫尷尬的點呢 我舉個例 我們舉國巨 國巨在上個月 繳出了一個非常棒的成績單 多棒呢 他現在一個月的營收是70億 那過去國巨他是一家公司 他是一個非常大的集團 他把KIME合併進來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所謂的集團 可是各位仔細去看 他今年的預估的一個獲利 minima是30塊 有些人估到32到34 明年是估到40塊的一個公司 那現在有趣囉 非常有趣 為什麼呢 各位還記得嗎 前兩年 當陳董事長 他的前期還沒有賣股票的時候 那個時候國巨的股價衝到多少呢 那時候國巨的股價最高衝到1300塊 那個時候市場上可以接受多少倍的一個本利比 那個時候市場上最高本利比 可以接受到18倍 那這一波的國巨 我們仔細來觀察的話 國巨的本利比已經摔到多少呢 各位摔到現在 如果以今年的一個本利比來看的話 大概是10倍 如果你明年的一個本利比來估的話 各位現在是8倍 那有沒有人要買呢 沒有 沒有人要買 完全都沒有人要買 那很多人會說 那既然是這樣 你應該是很看好啊 各位 最糟糕就是來到這個地方 今年的行情來到這個地方太詭異了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看行情看7200 我那時候沒有判讀 全世界的央行會出來救市 好全世界央行都出來救市 後來股票急殺 急殺完之後 我就問各位 我就問各位 這一波來到現在 多數的人都說他要拋棄他的老闆 他都說他一輩子要不要上班了 他要來當衝過日子 有可能嗎 人人炒股天下大亂 請各位記得 今天我要跟各位談的是 人人炒股天下大亂 經濟出來了 所以架構的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 我個人的認為是 如果說你對這項個股 你的未來性 你有辦法去Galanty 你要心頭聊天喔 你不能夠說買了 到時候又看他修正 修正的過程當中 你就少買 你就少買 如果說你會隨著他去飄的話 你這時候你要關網 為什麼呢 8月份真的非常非常的難做 現在市場上已經開始在哀嚎了 而且很多的畢業文 上次來我跟各位談論到 這個時間很多畢業文 上次來我不是跟各位談嗎 有人在7月1號一個 在吉他證券公司上班 穿著紅色的衣服 從條下往上跳 那是不好的事情 最近好多人在討論了 理論上當然應該是要跌得鼻青臉腫的過程當中 散物全部斷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 現在都在發生這種事 所以一個市場 兩個世界 很多人賺大錢 我恭喜各位 可是各位 當市場在做淘汰的過程當中 我不希望你是被淘汰的那些人 OK好 所以現在操作難度很高 除了國際你還有其他補充的嗎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補充 我們還有其他的 看一下 你現在操作 做多70% 所以你比秉寬看好 他是40% 你是70% 做空45% 你還做空45% 我是長期空投 所以我一直會有避免部位 你剛不看好現在長期空投 我長空但是短多 你的短多是多短 長空是看多久 長空是看到我對為止 看到你對為止 空到我覺得 這一波空的人也很慘 一直在放空的人也很慘 你要看你的操作方法 你如果是純做空 你大概應該已經完蛋了 因為我是避險性質的做空 但是這個我不建議散戶這樣做 因為難度很高 像我之前有寫一篇文說 因為你現在放空台紫旗 的話台積電比重很大 你要把台紫旗的30%台積電 充掉才對 不然台積電 我說我也是偏多看好台積電 台積電如果噴出去 你那個台紫旗又被它帶出去 你的避險會失效 所以這個很複雜 所以我基本上建議散戶如果不看好 不要避險 你就直接降池股 我自己是會習慣有這個避險部位在 我是看很長期的 你的做空四處怕你是做什麼 我不只做台紫旗 我也做到美股的旗子 也做到日本旗子去 因為他們的旗子的價差比較小 對 但是時間長24小時都能做 有它的優勢在 因為台股有它最近不好操作 像詢師你剛剛講都在操漲 但是你還是有這個要做空的 這樣的一個避險 但是你可以看啊 我還是近做多 這邊至少25%到35% 其實我還是偏多操作 那我是建議散戶其實 股票配置是低配的嘛 所以我其實建議散戶戶的 股票配置其實是25% 所以其實跟我這邊 近比重視其實差不多差不多啦 所以我還是會有 那其他配什麼 我還是有很大的現金部位 那我現在黃金是一直我在講的 黃金大概建議可以到10%啦 然後套利的部分 我最近核碩並凱聖嘛 其實還有點價差 那個算年的殖利率的話還不錯 但好像有到5%左右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OK 我覺得這個案子是比較確定 我們套利通常要比較確定的案子 才可以比較好介入 如果變數很大 我們寧願就不要放棄 OK 好 所以你其實基本上 你是蠻多元的商品買股票 多空套利你都做 待會希希來講 好 空總你呢 你現在是23歲 去年大學剛畢業 目前股票跟現金的部位 我就是5比5 那我買股票的地方 我都是現在是買 主要是做鋒利 因為短線來說 其實現在鋒利電鍊股 它表現的有一定的漲幅 那在短線裡面就比較好操作 那我這種健身的話 就是會避開所謂的電子股 如果我要放的話 我要留倉的話 所以我近期都是以短線為主 那盡量不留單 留單的話 剛剛就有說到說 我會留這種避開電子股的建設 那例如自行車的一個概念股 那我是覺得說 近期那麼高檔的話 我都會把握大盤的幾點段 去抓強勢股 那這邊強勢股的定義就是說 因為大盤是一直在漲一直漲 可是偶爾有時候 也是不是會頂嗎 在跌的時候 我就會把握這個機會 去趁機吃強勢股的豆 那強勢股就是說 大盤跌的時候 你看有些個股 它平盤附近 甚至是上漲的 這時候的話 大盤 我們看一下 它當時在跌的時候 我的委託單是直接從找盤開始掛 掛我當時觀察的大學觀跟智潮 OK 有委託單可以看一下 就從找盤又一路掛上來 那我這個是做當初 那我當初的資金其實並不大 就是當初大概一天都是50萬的金額去操作 那我預計是會把自己都會抓2% 那大盤跌下去都是進場 那其實當天都有一定的漲幅 我2%就出場了 我沒有在漲停盤出場 因為畢竟不是每次的反彈 都會帶來那麼大的一個幅度 所以我覺得說當初裡面的話 機率要是要保持的 對 OK好 所以剛剛看那些都是賺錢的嗎 對 年輕人做當初比例很高 從你上次就看到 你剛剛秀一下 所以你這個 最近的操作的成績單 那是你當初的成績單嗎 你剛剛秀哪一張 就是一天的 一天的 對 就是我一天大概就抓1萬塊左右 做當初 一天賺1萬塊 一天對 因為我有50萬的金額嘛 2%的話就差不多 OK好 就是你看年輕人就這樣 一天賺1萬 好佩服喔 幹嘛上班啊 對啊 這不要不要不要 等一下 這個我再講一次 很多年輕人他們說 這個地方我們要自己上座 然後不要去把老闆拋棄 因為你們沒有上過高檔班 我常常去很多受險公司 去很多金貢公司提案 然後去提案的過程當中 各位去想 你每次要去訂那個101高樓的位置 南山大樓高樓的位置 人家的辦公室就在那邊 然後進去的過程當中 那些高管們 你也在進去逛街啊 對 沒有啦 我們去去是談事情的 上班感覺不一樣 那些高級管理人員們 就高管們 進去的過程當中 漂漂亮亮的女生 端著茶端著咖啡端著甜點 進來到你的辦公室 我們就說 哇你們這些 然後每年這樣領千萬的薪水 幾百萬的一個薪水 如果真的有能力去好的地方上班 說真的啦 沒有人要在那個地方做當中 衝來衝去的 那當然一天一萬塊也不錯 英雄出少年 但是我還是一句老話 人人炒股地球會滅亡 當很多人在跟你說炒股的時候 通常就是行情快翻轉的一個開始 從民國八十幾年 我進行的時候是這樣 那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我進行沒多久 24年而已 資歷不算太多 但是我認為來到這地方 我還是要苦口婆心跟各位談 不想要人人去做整個炒股的一個動作 因為那個難度真的非常非常高啊 我問一下你24年不是太長 但是這位已經才23歲了 你超過他的這個 我的女的年紀都比他大 你剛剛他講那個你感覺怎麼樣 他說你去做高管啊 在很棒的辦公室很好的空間啊 美女啊很好的辦公氣氛 這樣子上班工作 你覺得不好嗎 主要的話我是因為我沒有試過 但是我我是覺得說 因為時間彈性 就是說我自己目前的狀況 在操盤來說 當然是有優點有缺點嘛 那優點的話可能就是 我生活圈會比較單純 那在時間彈性可以有很多利用 那缺點就是沒辦法有那種社會化 沒有經過自己的社會化 就是可能交際方面啊 應酬方面就是會比較不擅長去應對 對 但這樣你選擇呢 就知道一定是操盤 是操盤 人家就是選操盤 好我們來看一下